但是有一個人是真的應該感謝一下柯文哲 這個人就是謝國良 昨天這個罷良要來投票 我們請教一下益川哥 不同意罷免的8萬多票 同意罷免的6萬多票 罷免案沒有過關 投票率只有50.44% 這個算是謝國良贏還是輸呢 謝國良有沒有輸贏很難講 但是這個公民團體是大勝 因為這一群人連找個罷免的總部 都千辛萬苦 現在罷免後連辦公室要怎麼清都不知道 就叫大家說如果要搬東西來搭搬 因為他們要經歸已經結束掉 這一群公民團體這一群小市民 他們總共拿了快7萬票 那他們的這一個對照就是謝國良 謝國良的票當然如果用投票率來換算的話 謝國良在這一次看起來是沒有輸 沒有輸 可是謝國良這一次在他的所有的區 街廊所有的區 我們從這一張中選會的統計 他在每一區跟他的得票數都是往下降 你說不是投票率那些 那往下降是很合理的 可是你要看同意罷免的在部分的區域是增加的 就是在信義區跟安樂區 過去人家說有一些比較藍的區 甚至這一次同意票是增加的 沒有錯 那這些增加的票在哪裡 我跟各位講這些增加的票 就是基隆市政府的員工 就是基隆市政府的員工 為什麼 因為基隆市政府的員工 將來不要看這麼普通公的市場 以基隆市政府公務員 感覺說我這個新聞 我整期不要吹說我是公務人員 因為這兩個選區其實是叫做深南 或是過去投票比較支持國民黨的選區 為什麼 這個同意票比蔡世銀當時的票還要多 所以這個對 對這一個公民團體來說 這一場下來 也印證了說公民團體要去影響一個城市 影響一個立委 影響一個市長的這個罷免案 公民團體你不要看不起他們 他們是很厲害的 他們這一次拿到這個票 其實我是覺得 連我都覺得很驚訝 因為我個人的預估不可能有這麼多票 可是現在有人說一個公民團體 相當於是一個政黨的實力了 你看這次年輕人真的衝出來蠻多的 就是說對 就是說這一些 這一些為什麼有這麼厲害 因為原來 我跟各位講原來大家在算這個的時候 都以為投票率很低 對 然後投票率很低 可是也想說要罷免謝國良的票 我告訴各位 這個罷免團體 他們完全不知道他們的票在哪裡 他們有些會以為是空氣票都看不到 不是啊 因為他們沒有組織 所以他們不知道他們的票在哪裡 謝國良知不知道自己的票在哪裡 謝國良當然知道自己的票在哪裡 組織強大的地方在哪裡 你這樣怎麼算 國民黨的任何人來算就對啦 比謝國良跟普通共的也有八萬多啦 這就很基本的啦 這撼動不了啦 可是現在要把謝國良 白謝國良要連任 要把謝國良演下去的 沒有不讓他連任的 這七萬起跳啦 雙方在這一次的這一個 可能之後變五五波囉 對 雙方在這一次的罷免那裡頭 我覺得兩邊都有 都能夠驗證實力的 說國民黨這個實力就是八萬多 這個很穩固 然後這一個想要讓謝國良不要連任 我講他這次投同意罷免 他後來不可能投謝國良啦 你別說 所以這些人就七萬起跳了 那七萬起跳 你知道如果下一次的連任的謝國良連任的時候 民進黨有一個 就會有一個有連孔的人出現了嘛 這就是謝國良那個民在罷免不罷免嘛 對不對 那這時候民進黨如果提出 有一個連孔的人出來的時候 他是從七萬票往上跳 因為這些人不會去投謝國良嘛 因為他這次出來投同意罷免 所以雙方我偶爾是講這樣 國民團提交這一次的國民黨 在這一次選舉完之後 彼此都瞭解了自己的實力 那全台灣這裡還想要發動什麼罷免 炒這些人也能夠感受到說 喔 我們如果假人那幾個 民不見經賺 可以撞到這樣 人家沒手在命 他們有法免這樣負 負責要招出七萬票耶 所以對各地想要再繼續弄這些事情的 這些所謂的公民團體 沒有政黨的這個背景的這些人來說 搞不好他們心裡面會覺得說 哎呦 假人哪能當那樣負責 那各地也是有機會喔 可是我還是要講一次 國民黨這一次的選舉在基隆 這八萬票是非常非常的穩固 要撼動呢 其實看得出來這要撼動很困難 好 我們先請教具憲委員喔 因為你看喔 就有國民黨議員說 謝國良應該多多傾聽人民的心聲 因為呢跟2022相比嘛 謝國良那時候拿到9萬多票 等於是兩年跑了1萬多票 謝國良現在是要連任路上 我覺得每天都應該要當成選戰再打 但沒有耶 他今天市政行程只有一個耶 是不是投完票之後他就掉以輕信了呢 那我也蠻納悶的喔 謝國良的臉書上面第一天的時間就PO文說 誠心感謝 謝謝基隆 心愛的市民朋友們 這場選戰結束了 我們做到了 今天的結果不只屬於國良一個人 而是全體市民對民主跟基隆未來的共同選擇 中間失了一大票國民黨裡面的人士 這個是有好好做反省的動作嗎 不過也比較實 基隆這邊 國民黨就轉動都倒立了 那邊就看什麼洪秀珠 照來 什麼什麼馬英九 全部都來 那國民黨當然很緊張啦 因為他叫基隆 如果不必成功 哇 每年的立委大罷免潮 那國民黨恐怕更麻煩了 所以 接到的基隆罷免 基本上就是藍白合作 沒有啦 因為謝國良的副市長就是民眾黨 他為了怕民眾黨的票給他造影 所以你看國民黨一直施加壓力 像鍾小平 柚淑慧 就叫他免塞免的柯文哲 就是他要怕街人 民眾黨的票 沒來支持謝國良 所以你看 柚淑慧他們是接到很大一個壓力 那好啊 現在這個代表選 其實啦 剛才川普說的有一個報文 知道民進黨就是說沒有一個很大的政黨 來投入 來幫忙國民團隊 他們還有辦法把這票吹萬票出來 不然上面民進黨在激郎市場算得很壞 這個代表選喔 市長啦 代表選到39%而已 民進黨的所謂堅困選區的標準就40%啦 所以基隆現在在民進黨內算是一個堅困選區 那民進黨又沒有 不像國民黨說全黨去投入 然後這些國民團隊還可以到最後投入這樣一個成績 坦白講我是覺得不簡單 因為投票選啦 包括一些比較支持國民黨的媒體啦 就像T台的民調啦 謝國良 就是說支持謝國良48% 支持8%到20%而已 40%比20%的 但今天那種投入其實是很接近啦 但委員他們現在國民黨說要來修選罷法 也說10月25號要期判拚2、3堵 那我就想說要修選罷法 總預算還躺在那邊呢 幹嘛不先用送總預算呢 幹嘛先修選罷法呢 不是說以民生為主嗎 國民黨不是有一個什麼 要拜免20個民進黨的立委 你要拜免這個人立委 你又把拜免的門口收的管 你是自己選自己的水位 照理說 你如果要拜免 你應該是要保持現在這個拜免啦 就表示說什麼人比較會怕 好像國民黨會怕啦 他會怕 所以他要把拜免門檻修掉嘛 其實拜免門檻啦 國民黨如果要修來 第一個要出來補約應該算 應該是黃國昌啦 現在這個拜免門檻 是當年民進黨支持時代力量的黃國昌 把它修成現在這個 是比原地有限界嘛 而且黃國昌的主張啊 黃國昌說選民如果沒有支持 你就要留待啊 不是黃國昌的版本還要向呢 就是沒有門檻的呢 倒是平平的那樣就算不算去的 還可以那個老瓜給他救啦 我們科長都給他救 否則黃國昌早就被拜免掉了嘛 因為他用拜免嘛 現在國民黨還要收這個拜免案 但民眾黨還是在掩護他啦 民眾黨他說他沒有要收門檻 但是他要用民眾黨版本的技術性的杯葛罷免啦 他說你民眾要交給新聞政策啦 你也可以來完成定期啦 現在把現在社會的詐騙那些 什麼人要把新聞政策出來 那萬一你又辦個罰免案 他就交這個新聞政 那發生這個詐騙的事件 還是說這個個資外洩 你民眾黨要負責嗎 你怎麼有錢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部分罰免案 也是藍白又會繼續合作啦 藍白又會繼續合作 又一定繼續合作 你看民眾黨那個態度就是 他掩護啦 支持國民黨 把罰免案收高 這就撥斷民眾的罰免全力嘛